望线之星河滚烫 第33集 有些进展 蓝望鸡在原地站着 视线里急促逃离的身影消失在拐角处 他低头倾笑了一下 魏无线跑回宿舍 心还在怦怦地跳 喝了杯水冷静下来 才突然想起方才没有问最重要的事情 他们现在算不算确定关系了 他懊恼地抓了一下头发 没多久蓝望鸡发来信息 早点睡 免得明天真头疼 别胡思乱想 这个晚上 梦里的人回答了他想问的问题 只是场面有些混乱 梦里 白衣蓝站 你我早已胡同心意 蓝望鸡子板着一张脸 盯着白衣蓝站何谓无限 说我与他不一样 白衣蓝站浅笑不语 蓝望鸡 你还是没想好 魏无线是第一次在梦里见到三个人都在 一时之间看看这个 又看看那个 感觉自己有些分裂了 还好 闹钟准时地想了 魏无线摸了摸脸 眼角有些湿润 梦里蓝望鸡看起来过分地孤独 还是没有给出答案 他希望能够一直排在他身边 一直一直走下去 独自一个人的两年 各种滋味 他再不想要尝了 魏无线他揉了揉额角 头有些疼 蓝望鸡啊蓝望鸡 我想肯定是上辈子我欠你太多了 蓝望鸡这段时间 大部分时候都在研究室里查资料 准备接下来的研学活动 A大在物理学领域里输出过不少人才 而且也拿了不少业内的奖项 也是这个原因 连带着校长对这次活动都给予了高度的重视 为了能让参加这次研学的活动取得好成绩 他专门在实验楼申请了一间研究室 便于蓝望鸡他们准备 此次活动虽说是研学 但谁都知道参加的人员都是来自各个名校 不是比赛胜似比赛 这天 院系主任拉着蓝望鸡几个 专门开了一个小会 他说要一如既往地在专业领域里做领头羊 从会议室出来之后 蓝望鸡谢绝了同伴的邀请 自己往宿舍方向走 才走几步 突然停了下来 不走了 综合楼的右边是通向教学楼和宿舍区的必经之路 那里有一片花谱 而此刻路的中间 赫然蹲着一只呱呱叫的小生物 惹得一群胆小的女生纷纷绕路 而那小生物的后方 正有一人在慢慢靠近 李子萌刚好从综合楼的另一边下来 看到蓝望鸡还没走 加快了脚步往前走 顺着他的视线望过去 自然他也看到了魏无羡 魏无羡眼睛一眨 往前一步便抓起小东西 往远处的草丛一扔 然后拍了拍手 而远处在张望的几个女生 突然哇哇地叫着四散跑开 蓝望鸡皱了皱眉 像是想到某个时光的画面 垂眸淡淡地笑开了 你在干嘛 啊 蓝 扔了只不受欢迎的小东西 魏无羡看到蓝望鸡 很高兴 还是和以前一样 蓝望鸡瞪了他一眼 眼神里有些嫌弃 魏无羡也像是想起了什么 得意地说 那可不一样 这小东西不恐怖 比小时候抓的那些毛毛虫好多了 见蓝望鸡盯着他 不由地吐了一下舌头 知道知道了 我现在就去洗手 不过你不许跑 等我 离子蒙站得有点距离 听不见他们说什么 可是他清楚地看见蓝望鸡 眼角眉稍晕开得柔和 很淡很淡 嘴角似有若无的笑意里 脆弱一丝摸不透的深情 他正在原地 脑袋里浮出那一天的画面 他原以为是错觉 现在画面却无比清晰 他把它护在怀里 一瞬间的认知 让他竟有些慌 不由地走了过去 喊道蓝望鸡 蓝望鸡回头 学姐 数秒的沉默 离子蒙忽然脱口而出 你是不是喜欢魏无羡 蓝望鸡微正了一下 神奇又放松了下来 转回去看魏无羡的方向 那人正朝他小跑着过来 你们合适吗 你不觉得很荒谬吗 不合适吗 两久 蓝望鸡才回到 是很荒谬 可是那又如何 蓝望鸡 魏无羡远处就看到 李子蒙 还没到 声音先到了 然后不动声色地跑到 两人中间 走吧 我饿了 蓝望鸡皱着没看他 中午没吃饭 晚饭没吃 说好要保持联系的 你都好几天没理我了 蓝望鸡 知道了 李子蒙觉得自己在一旁 显得很多鱼 可是心里又好不甘 对这个优秀的学弟 或许一开始只是欣赏 但现在他很清楚 他希望他的笑意是因为他 他的怀抱是属于他的 他与他才应该是携手共进的一双人 走吧 魏无羡拉起蓝望鸡的手腕 往前一步 措身而过时 蓝望鸡却连眼神都吝啬分给他一丝一毫 这一步